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跟一个比较像 我也是那种属于 我是个老妖 我有七个哥哥姐姐 你知道在我从小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都是躲在别人后面 那他们说什么我就跟着摇起那来 哥哥说错 我就跟着跑 那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而且我还蛮懒的 我就是那种小的时候 我的想法都是 能够坐在的时候就不要站起来 能够站起来的时候就不要走 能够走的时候就不要跑 能够跑就不要飞 我就是说 哎呀 怎么样简单 怎么样懒就可以 可是这些年我觉得神呼召我很多的时候 去站在一个需要带头的位置上 对我来讲很困难的 因为我从小就是习惯跟着别人跑 我就老妖嘛 可是上帝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但是我也很诚实地说 即便我现在活到六十几岁了 我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我原来的那个特质 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啊 要找我做什么 那不不要吧 我记得那时候要做恩典三令 我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不要啦 我不要做的 我不要做完了 我不要 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是陌生的 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做过的 我就说不要 不要 不要 但是上帝常常把我们推出去 我慢慢也体会 为什么神让我做这样的事 其实有很多人做的比我更好 有很多人能力比我更强 有很多人做这些事情的意愿也比我更高 神为什么让我这样的一个 我就懒懒的这样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 我发现当我承认我不会我不能的时候 我才会全然地依靠神 因为我真的不会 我对网络一窍不通 我觉得那是下个世代的 我儿子我女儿他们去做可以 我不会 但是神说就是你 你去做 我是很害怕的 我是很胆怯的 然后我也觉得 这个跟我以前的习惯都不一样 跟我的做法不一样 我不会讲三分钟 你讲三十分钟 我都还觉得时间短了 我怎么讲三分钟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决定 我要不要顺服神 当你决定顺服神的时候 你会惊艳一件事情 就是神好像替你挂宝针 我读给你听 神跟耶利米苏他说 他们就是这些 你要指出他们的错误的这些 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够胜过你 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后面有一句话真好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知道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盖章 我盖章 这是我说的 我告诉你我保证 你去 是会碰到困难 是有征战 如果你继续听我们的分享下去 耶利米的确也碰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征战 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胜过你 因为主说的我保证 我与你同在 我还是说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你在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挣扎 我要跨出去顺服神吗 还是我就停在这里 我保护我自己 你保护不了你自己 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一位全能的神 最安全的就是走在他的头在里 祝福你 挂出去